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柯林顿的旧公和外公 他是他生命的教练 他这个案子的启示 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三大块 因为现在春节的时间 很多人都回到家乡 回到老家 去跟整个的家族在一起 聚餐聚会团聚 柯林顿他这个人生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我很高兴他有跟大家分享三个 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人的 鼓励跟启发 第一个就是说他发现 他结婚以后 他的老婆希拉蕊 因为在研究 这个儿童的成长心理学 这一块就跟他说 一个小孩啊 这一生如果感觉到 有一个人都是很爱他的话 他就会很有成就 那柯林顿说 我这一生有三个人很爱我 一个是我的外公 一个是我的外婆 还有我妈妈 所以我这一生 感觉是非常的幸福 这是婚后才发现 他的成长是有这么幸福的 这一块 那另外一块呢 就是他对外公 他说外公是我这一生 最景仰的他因为四岁以前 都是跟外公住在一起 后来妈妈虽然再婚 再婚以后住的 也是在外公外婆的附近 他说我外公为人慷慨 尤其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外公一天是打两个工 一个工就是专门 是运那个兵 运兵的车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 坐冰淇淋都要运兵 然后他一路上就会 要一路上很多小孩 将他们上车来 然后呢 到了到目的地的时候 他有给每个人 一点点小铃用钱 就给他们一分多少钱 一毛多少钱 那重点是 不要他们在外面闲惯 闲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爸爸后来又经营这个杂货店 他就在 对不起他老 他的外公 然后他在外公的这边 杂货店 他就会陪着外公 所以他在这边 他自己又因为这个杂货店 接触了很多人 对他来说 是蛮重要的一块 然后他外公的慷慨 也用在杂货店 他外公走的时候 他的妈妈去看到 帮他整理 帮他外公整理的时候 看到他有很多旧的站步 在这个杂货店里面 就发现他对这些 很多付不起生活 食品的这些人 他就会让自己很辛苦 然后让他们设债 那这个就影响他这一生 他从政的时候 他总是希望政府 能够提供粮票 给这个百姓 就是这一块也是 敏于他认为 就是他的信念 又勤劳努力的人 又善良的人 他要他能够提供家里的 这个最重要的食物 这是在外公方面 对他一生的影响 另外呢 他的旧宫 他说他小的时候 旧宫是他的明灯 生命的明灯 然后他小的时候 最喜欢到外公家去吃饭 对不起 现在旧宫 他最喜欢去他旧宫家 就是一个大圆桌 然后食物都非常丰富 然后他发现他的旧宫 就是妈妈的外婆的弟弟 他们这一块的家族 都很会讲故事 然后把很多人的故事 讲得活灵活现 然后他从这么多故事里面 他的外公讲那么多故事里面 他给他一个人生很大的启发 这么小的时候 他说这个人都会有犯错 所以我们不能够 以这个人的某一部分的表现 不好来去评断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恐惧 有害怕 也有希望 就是他每个人都有好 有坏 有好多种面向 那我们都要 给人一个机会 不要这样随便去评断人家 所以他后来 由于这个旧宫 对他的影响 听到这么多人的这个故事 被这个喜 他们被各种的状况 所以他对这个人生 他就希望将来他从政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每个人 更多的机会 然后让每个人 有更好的故事 可以在他人的生命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外公跟旧公 等于是强化他的愿景 所以他在美国从政的时候 他是在美国唯一的政府第一位 把公债通通还完 然后把美国的经济翻两番 带给美国丰富 在整个这是一个蛮值得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亲能 对他有这么大的启发 从小的时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